莫莎 做了三个 折你妈做不下课 确实非常的意外 原本计划2022年 开始进入到忙碌的工作状态 三个员工的离职 无非对于我们项目的进度 工作上面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瑞塔自己也纠结了 要不要把此信息拿出来 在公众平台上面说 也有朋友跟我说 瑞塔你就不要拿出来说了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特别是你的客户知道 你的人员上面有这么大的变动 那瑞塔最终决定呢 我们还是拿出来说一说 毕竟瑞塔团队里人员的流动 也只是澳大利亚大中小型公司的一个缩影 接下来视频内容里面 我们会聊一下 员工离开的原因 为什么要跳槽 招聘的流程和在应聘当中 瑞塔会提出哪些问题 如果以下的视频内容是你感兴趣 毕竟也非常好奇 那么也千万不要忘记 点上小铃铛收藏 辣妈瑞塔的频道 瑞塔会在每周五 或者是每隔周五里面分享视频 据官方数据显示 一个员工在一家公司里面 待的平均时长是两年半 那正好我们三个员工的离开 也是在我们公司里面 待了两到两年半的时间 那离开的原因呢 有不同的 常见的一个原因是 这个专业已经跟我不对口了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 已经可能没有太多东西 可以继续学了 我想换一个 我更感兴趣的一家公司 或者是我更喜欢的一家公司里面 去学习更多新的东西 那还有第二点原因是 我最近想休息一下 最近这个两年的工作 压力太大了 我非常的想放松一下 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让我想一想 我未来还要不要继续从事 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作 第三点原因 听说另外的公司 现在给的工资非常的高 我就是想多赚点钱 家里多存点钱 然后要翻新房子 要买房子 要结婚 要生孩子等等等等 在Rita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 和经营公司当中 Rita发现 薪资不是现在 90后 00后优先考量的第一要素 而是说 这个团队我是否喜欢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 是否能够真正的学到知识 能够学到本事 当然薪资如果非常的不错 那我更愿意 可是更多的 我看到的是 他们选择的是 我是否喜欢在这里工作 每一天早上起来上班 我是否会带着一个好的心情 或者是有这个意愿去上班 还有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 第四点的考量就是 我是否有灵活的办公模式 那在我们的建筑设计行业里面 并不是每一天都能够允许你在家办公 因为毕竟我们有建材要看 我们有客户要建 我们有设计项目要面对面的讨论 这样子工作效率才会高 所以在家办公的模式呢 不能够说一星期全部都是在家办公 像现在Rita的团队里面就是 一和五是在家办公 二三四我们集中办公 当然Rita对于各个离职的原因 是都很能够理解的 毕竟各取所需嘛 各自有各自的人生安排和梦想 那接下来呢 Rita就必须要招聘合适的人员 去填补我们现在空缺的位置 毕竟还得确保这个工作 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在应聘的过程当中 Rita也发现啊 来应聘人的这个选择工作 或者换工作的这个理由 和他希望找的合适的 这个公司的诉求也都不一样 基本上考量的是 有没有灵活的办公模式 后疫情时代里面 希望的是这种 我们叫混合办公的形式 第二点原因 他一定会选择自己对口的专业 例如我们近期招聘的广告 也是打得比较精准 我们要的就是具备室内设计 经验亦或者是刚毕业的 室内设计的学生 因为毕竟我们团队的业务 还是比较偏重的是室内设计 第三点 是否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 学到我想要学的东西 是否有我的发展潜力 亦或者未来我工作了多少年之后 我是否可以成为 这个团队里面的合伙人 第四点 才是他们考虑的薪资 所以我发现现在 9000后的孩子们 他的选择的这个要素 也已经是 不是优先考虑 他的收入多少了 当然收入一定会是激励他们 选择这家公司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指数 那我们接下来就模拟一下 Rita在应聘当中 具体都会问哪些问题 公司招聘 基本上就是四个步骤 第一 投放广告 会在Indeed校园的 招聘网站上面投放 Rita是不会再用Seek 因为发现曾经用过一次 还是付费的 投放广告 来的申请人是五花八门 浪费了我们很多 审阅最后面试的时间 几十个申请下来 居然没有一个能够合适的 在校园上面投放广告呢 来申请的人 在读生或者是要毕业的 或者是已经毕业的 亦或者还有说毕业的 在校学生的朋友 同学 大家会相互传 我们这边有一些 招聘的一些情况 信息 你们可以去投简历 所以发现呢 这些平台上面来的 这些申请人呢 会更加的精准 第二步就是收到了 各个申请人的简历 和作品集以后 我们会进行首次筛选 第三步就是安排面试 发邮件跟他确认 来面试的时间 需要携带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呢 面试通过了以后 我们就是在做内部的讨论 说最终 我们可能会在面试通过的 两到三个人里面 在选择我们需要的 这个人员数量 现在是晚上凌晨一点钟 Rita牺牲掉自己的睡眠时间 录制这个面试模拟视频 意在于说帮助 现在正在找工作的设计师们 在校生毕业生也好 希望可以给你们帮助 你们且看且珍惜 第一个问题 Can you please have a quick introduction of yourself and also your work in the portfolio 第二个问题 I can see that on your resume you have worked in this building design company and you have involved in some projects so what was the reason you're leaving 第三个问题 from the timeline I can see that you worked from genery to present did they have given you an offer to stay with them or why you still choose to leave and find a different company to work discipline so in your portfolio I can see that you have skills on 3d rendering you have some documentation work as well so how much of this work completed by your team or completed by yourself 第五个问题 so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local regulations so in your previous work experience have you involved in any permit application or contract admin or you're only just involved in the concept design presentation etc 第六个问题 i can see that you have strengths in autocad sketch up adobe and revit is intermediate so how fast or how much are you willing to learn that revit software 第七个问题 in your resume it doesn't say where you live so where do you live which is subbed are you self-transported or do you drive so how do you find of AI republic have you done any research about our company or what do we do this is what's your availability so how many days can you work you apply for part-time position or full-time position this is what's your expectations on the salary so how soon can you start on this job do you have to give a notification to your previous company can you work remotely from home because our working motor is hybrid so we work monday and friday from home and tuesday to thursday we together in the office so we need you to can work independently so when you work at home we probably we cannot give you so much technical support you need to write down all your questions so when we work together so if we need to follow up or confirm with us or we need to liaise together is there's something you can accept so what's your visa at moment what's type of your visaat moment are you permanent residency or are you overseas student is your visa valid or if yes we need a copy of your visa or you have a studied major in architecture so why you change that from architecture to interior design and why you have passion interior design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ommercial interior design what's your skill levels what's your skill levels in documentation can you show me in your portfolio with your documentations what are those pages you can create it elevations plan and how about journary details how much do you know how familiar are you with the building materials so how do you find your interest or strengths in design and documentation do you have more passion or more interest in concept design like ideas creativities or you more interested in documentation we don't use autocad anymore so we already started everything is in revit on your resume it's in your previous work you use the archicad we probably we don't have that training provided to you would you accept to register a course so you can catch up on this revit software do you have any skills or experience in sought management ok 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二十个问题 不知道这二十个问题你会如何解答 或者是在面试当中会如何反应 如果你感兴趣 Rita可以跟你们分享这二十个问题里面 我作为一个雇主吧 怎么样的回答是较为合适的 并且我问这些问题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从你的问题当中了解你什么 ok 今天的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给Rita点赞 Rita是不睡觉加班到这么晚 给你们录制这一期视频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也希望如果说对Rita的这个job position interior design commercial interior design 感兴趣有热情的朋友们 请一定可以要把简历发给 connectatarrepublic.com.au ok 晚安 睡觉了 看起来 ��不合适用到 即使的 眼中 橙 主刀